爱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的今天子虞生活234 我是主持林张晓博 我是今天的来宾 新台正在下的刘恒伟小黑 想要我问你喔 有一个问题 放在我心里非常的久 想要来问一下 是请说 就是听说年轻人呛中国 是因为没有出过社会 那我想问你 你平常为什么那么喜欢呛中国 为什么那么喜欢呛中国 因为中国就会找我们麻烦啊 他找你麻烦所以要呛他这样子 对啊 可是昨天喔 这个韩国瑜办公室 这个竞选办公室的 应该说韩国瑜的国政顾问团 他现在很多团体我都没记住 他的善后团队啦 对啦 国政善后团的这个团长 这个张善政 那他接受这个媒体专访之后 就提到说 年轻人这个喜欢看蔡英文呛对案 因为年轻人还没出社会 没有体验到这个实际的生活压力 所以呢他们都觉得跟对岸 嗆蝎很爽 有点成口舌之快 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 这件事情 你觉得嗆蝎是因为很爽吗 还是为什么要嗆中国 会嗆他就是因为对他不爽啊 所以这不是一件 就是嗆中国单纯很爽的问题啊 就是我觉得 可能 反正正是跟我们活在平行的时空里面 就是中国就一直打压台湾嘛 而且坦白说就香港反送中的事情 一直到现在 所以其实年轻人不是没有出过社会 我反而觉得是 我们真的有看到这个世界长什么样子 而且我们会不希望自己变成 在中国统治底下的台湾 OK 所以才会一直嗆中国啊 好像是喔 我们从这个 这个节目喔 从我跟雨珍接到现在喔 我们几乎没有一天不嗆中国 突然仔细想一想 好像真的没有 我每天都在嗆中国欸 天啊我的妈 还好这个我们快乐电台 就是让我们很自由的在那边嗆中国 OK 不是啊就是 他就有一个邻居拿飞弹对着你 然后每天都说我要 我要把你打下来 对对对 然后你不嗆他 你就说还要跟他就是 喔不要这样啦 喔对对 你就很没骨气嘛 不不这是 郭明东的意思不是说不要这样啦 郭明东的意思是 来来来快点来 快点打我 他这个台湾跟那个不要这样 那有点落差这样子 OK 所以说这个 这个蛮有趣的 因为张善政他接受 他一个中国的媒体 他叫做中平社 我其实之前也有被中平社采访过 你知道他很很过分 那个时候中平社采访我 他把你名字写错吗 不是不是不是 他搞得下这个陈其迈 他那时候拍我那张真的超像陈其迈 但重点是 那一天是因为那个空屋 反空屋 2016年的反空屋 然后在中央公园他有采访 然后采访完之后 他就顺便问了一句说 那你们觉得蔡英文当选到现在这个 就执政你们满意吗 这样子 然后我明明就没有说我不满意哦 我明明就说还可以再加强 结果他那个文字报导出来就是说 这个激进的张柏洋啊 说那个对蔡英文不满意啊 我想说 哇 我想说天啊 有沒有搞错 因为叫人家再加油啊 他是不是觉得不满意啊 真的是 我说可以再努力啊 然后我就觉得 天啊这个这是怎样 这是打在断章取义 还好那三年多前的事情 OK 不过这个 这次中评社对于这个张善政 就没有这个断章取义的问题 因为我们直接来念张善政的这个逐字稿 听听看 因为中评社的这个记者 他就去问张善政 他说是怎样 年轻人支持他问到支持韩国路的这个比例 会有点悬殊啦 差一点多就对了 那张善政就说 因为一部分原因是因为 民进党把韩国瑜黑成草包 等一下 草包需要吗 黑成草包 他说是我们让他变草包的 但是 没有啊 你如果是 不对啊 如果你本身如果不草包的话 我们去黑你也没有用你知道吗 就是要天时地利人和 没有 韩国瑜就一直做球让我们打 对啊 我们从上礼拜程升旗台啦 出国游学啦 茶也要卖到有筷子的地方 昨天晚上还有一个 那个拿别人讲过的证件来讲 他说那个让学生的贷款利息可以免费 然后政府负担 可是那个蔡英文早就在做了 那个很久 从101年开始就有的东西 所以说 我都觉得你自己草包是你自己的问题 你不要怪别人啊 不是我们黑你好不好 因为我们很想黑你草包嘛 对 因为我们很想黑你草包 OK那另外一个 张三振说 他说另外一个部分是因为年轻人啊 喜欢看蔡英文呛对岸啊 这个看起来很爽这样子 帮大家复习一下 是 那时候为什么蔡英文会出现这个辣台妹 这个年轻人会出现这个 剪刀枪 剪刀枪 那是因为习近平先讲 习近平先讲 习近平先呛台 先就先说就是 就是 就对台湾喊话嘛 就是说 就是要一国两制啊 要同意台湾啊 所以蔡英文才回应嘛 对 所以就其实根本不是 呛 蔡英文呛中国 呛对岸 所谓呛对岸的问题啊 是中国先就对台湾说 我要同意你喔 然后蔡英文才回去了 是啊是啊是啊 那很像就是遇到 抢匪的时候 然后大家都趴在地上 抖的钥匙 抓到要死啊 有一个人站起来说 站起来做到抵抗的时候 大家就说 他在呛队啊 你看他 对你会觉得很奇怪吗 那个站起来反抗的人才是正常的吧 对啊 结果大家都 郭铭董事 整个都趴在地上 然后就说 欸你看你看那个站起来 那个蔡英文 你看他这样子不行啊 他呛对岸 你会觉得很奇怪吗 韩国以前你还说什么 两岸关系是什么 王八蛋跟 欸王八蛋跟爸爸喔 欸对王八蛋跟爸爸 然后很多网友就问他说 那请问你再说 谁是王八蛋 是啊 你有觉得这人 这人的 这个配评的标准都 都 我刚才就有创意啦 我现在可以说韩国路 是一个文创而已的 创意工作者 没有 张三振的 发言都还没念到一半 我们都讲超久的 对对对真的是 因为讲到这很生气啊 然后 这个张三振还说 他说这个 有时候啊 只是骂一骂很爽 但是我们也是要那个 就是来考虑 长久下去 能够一直骂嘛 但是希望还是能够回归理智 总不能呛二十年一直呛下去 但是这个 我看到回归理智 这四个字 我就觉得 你让你把韩粉管好啊 你韩粉倒截是理智的 你跟我说 你现在都已经在国民党里面 去分什么知识栏 还有什么非知识栏 草根栏 那表示什么 表示说 支持韩国路的是不理性的 不然支持韩国路的是 你国民党里面的 比较理性的部分嘛 那你现在 你现在讲到对岸的时候 张三振就说 我们要回归理智 我就问一句话嘛 到底是 支持一个 你比中联办的候選人 是理智 还是反对他是理智 这个很好选啊 对啊 那你说要支持理智 那当然 我同意要理智嘛 那理智的结果是什么 理智的结果就是 亲中的候选人 我们都不可以支持 都不要啊 所以张三振说不定是内奸 说不定是自己人 天呐用心良苦啊张三振 我一直这样挑拨 这样好 ok啦 那这个是张三振昨天晚上的说法嘛 他说完之后 马上听说马上就被呛了是不是 对啊马上就被呛了 基金就有出来回应 是谁谁谁 基金就是基金就有立刻回应 他就台湾基金就有回应说 韩国瑜已经联办好一场青年论坛 对对 说要听青年人效应给的声音 然后关心青年议题 是 可是张三振坦白说就讲出真心话了嘛 对 就是 真心话就是 真心话大冒险 就已经讲出年轻人没出社会 觉得呛中很爽 呈口舌之快 是 其实他根本就没有在乎 就是年轻人到底 现在我们的焦虑是什么 为什么会有亡国干 是 为什么会一直呛中国 是 因为我们先前吃饱没事做 因为我吃饱没事做嘛 那我为什么不去呛泰国 对 我那么多国家 我为什么会呛泰国 我会呛日本 我呛中国 我没有名字 可能是因为泰国人听不懂我讲什么 没有啦 不是啦 不是啦 是因为泰国没有拿飞弹对准我们 对 而且坦白说 他就是不把年轻人当一回事啊 就觉得年轻人很好被操控嘛 就觉得我们年轻人都不会想嘛 就跟他的老板一样 对跟他老板一样 对跟他老板一样 跟他老板一样 所以他对我看我们年轻人 就觉得我们就是没出社 没出过社会的小毛头 对啊 啊坦白说 我们现在年轻人就是想要跟 不想跟中国 站在一起嘛 我们是要跟中国对抗嘛 所以你看香港年轻人站出来 然后台湾年轻人受到影响 然后一起站出来 对对对 对啊 哈哈哈哈 没有我们留言区有人说 现在要站泰国人了吗 没有啊 我没有要站泰国人 只是举例好不好 举例啦 因为真的是 你若是一个国家对我们有这种敌意 而且他也不是敌意而已 敌意是说我们互相讨厌 比方说日本讨厌韩国 韩国讨厌日本 那个叫做互相不爽嘛 但是问题是 现在的状况是 中国的手已经伸进台湾 而且明确的在影响我们的 比方说 比方说影响我们的媒体 影响我们的政治 甚至影响我们的商业行为 还影响我们在国际上的这个外交 这个都是非常明确 这个有评有据的 不是我抹黑 因为我刚才说的 外交媒体 这些东西 其实打到国台办都出来说的 是甚至是 像我们之前就有讲过 统战团还到学校里面的 对啊对啊对啊 这个东西 你看他已经这么明确的 明目张胆来干预台湾 那我们到底为什么不能呛中国 我就不懂了 这跟有没有出社会没有关系 对啊而且坦白说 我觉得 台湾基金出来回应的一句话 我很喜欢 他说年轻人呛中还有个原因 就是为了不让自己出社会 之后变成像你这样的大人 你知道这句话谁写了吧 该不是你写的吧 就是我写的 好爽喔 我就在等你讲这句 我就要说其实这句话是我写的 好啦这不是重点 真的因为这句话 原因是因为你会记得 市场参加之前 香港有一个小编 有电视 一个女生有没有 我知道 对 那时候是呛不知道谁说 就是你们这些恶心的大人 对 那个女生很红嘛 在论节目上说什么恶心的大人 我就想说 不对啊 这个恶心的大人 是像张善珍这种 才是恶心的大人吧 对啊 真的是很太高的啊 就是说你 你办这种全国神的这种论坛 青年论坛 说要听年轻人的声音 是 但是 其实你刚刚那句话 就是真心话 在你的眼中 原来年轻人都是没出过社会的 所以表示你办论坛 你也只不过是想要敷衍我们 敷衍年轻人而已啊 所以你全部 把年轻人当作一个 可以独立思考的这个个体 你把它反而当成是说 爸爸跟你讲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你就给我听 其实不是这样 就是 我自己身边很多就是 甚至现在的高中生 对 就是他们自己会带去讨论很多社会议题 是啊是啊 但是坦白说就是 现在年轻人资讯这样接触 然后去消化或者是 我甚至觉得就是现在学校教育也有差 就是坦白说我觉得现在大部分年轻人都可以很理性的去思考 所以韩国瑜他今天年轻人的支持率会这么低的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真的有在想我们不希望这个人决定我们未来五年十年后我们出社会之后 台湾要长成他手中那个样子 是啊是啊是啊 而且我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昨天前两天有一个老农 好像是听说是农民 我不太确定一个老伯伯 然后我的脸书嗆我 说就是有你们这种年轻人 所以台湾才会变成这样 那我就想说欸我哥阿姨也二十八岁而已 你六七十岁的人 过去台湾五十年是在你手头 你负借了 对啊再怎么样变烂也是在你手上变烂 怎么会变我的 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 然后那个那个留言后来就被各种就是 因为他那个留言真的太扯了 他说什么叫我要饮水思源 然后叫我问我没有听过823 然后他就被呛爆了 因为就是除了我在内我其实算比较少 很多的网友就回来呛他 比方说就有人呛他说823 是那个日本人帮忙打的823吗 是什么 还有人说你讲823 可是那个郝伯春现在去舔共了呢 就是就是我又觉得说 时代在变换的时候真的很多很多的那种 像张三政这样子的人都认为说 你一回大就是一种 你年纪比较大好像是一种 他在社会上地位会比较高 讲话会比较有说服力 可是其实讲话要有说服力 跟你的年纪其实没有关系 是 你讲话要有说服力 你必须第一要有评有据嘛 第二你讲的东西可以说给别人嘛 但是这项你的年纪完全没关系了 不然我今天这个节目就是帮人来说了 我说我还真是这样 这不是说老王麦瓜 真的是说 有时候我真的很受不了那种 拿年纪去压年轻人的啦 张三政虽然没有做这个行为 可是他是直接剥夺了年轻人有独立思考的这个权利 他直接说你们就是没出过社会 我真的觉得这是一种歧视 就是歧视年轻人啊 就是觉得你们年轻人就是什么都不懂 是啊 可是我真的觉得就是真正就是 真正会去关心年轻人 或是关心这个社会的前辈或是老人家 就像遇到一些就是 会帮助我们的老前辈都会觉得 他是会把机会给你 然后告诉你说你应该怎么做 然后是 就是他说 因为可能接下来 五年 十年二十年后 他们可能就走了 所以台湾是你们的 你们要自己努力 我就这种心态才是正确的啊 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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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都一直很感谢那种就是 因为我们在舞台独嘛 所以很多这个 包括有台独联盟的很多前辈 包括有什么大旗队啊 很多这个所有台湾 还有很多这个年会 更大的前辈 其实他们对年轻人都是非常照顾 而且他不是说你听我的 是 他是我们问你需要什么帮忙 啊我们长辈给你帮忙 我感觉这个东西 行这国民党的思维就不一样了 像我们我大一的时候有在台南办 就是那时候刚好二二八七十周年 然后就是有办一些活动 就是台南很多长辈 他们就很热心 就是比如说手上有哪些历史资料 你是社长嘛 那时候还在学生会 还没有接到学生会的时候 那时候就在历史资料啊 然后比如说我们要办一些特展 然后那些特展有些照片 也都会直接提供给我们 就一个签一个 就是长辈们就互相接到说 就让少年给去做这样 我觉得这才是就是我觉得是 真正就是会让人尊敬的长辈 而不像张三正这种说话的方式 就说你们年轻人就这样啊 是啊是啊 起家 起家 好啦好啦 你一个带的 而且喔 讲到就是说 张三正这个事情很好打脸的是 我们也可以用中国国民党自己的历史来打 十万青年十万军 谁讲的 不就你们自己讲的吗 你们救国团是 不然你们救国团是招揽谁 招揽中年人吗 不是啊 招揽年轻人啊 招揽学生啊 那你现在又说什么年轻人 年轻人没有出过社会 不知道怎么样怎么样 那我问你 你当年救国团 十万青年十万军 呛谁 不是呛中国吗 真的不要把年轻人当免喜快 是啊 我问一句 当年呛中国呛醉凶那个人姓蒋 那你又说蒋介石没有出过社会吗 你这个邏輯就完全不通 在今天下期完全不通 真的完全 让人家 让人家 好 我以无人吃 我气到以无人吃 真的真的真的 OK 那当然了 回忆一下就是说 今天其实总统府办公室的这个 总统竞选 这个文宣的副执行长 他之前也是总统府发言人 这个林赫民 他有来回应 他说这个张三政 这个就是严重失言 他这个 他觉得大吃一惊 大吃一惊 他觉得大吃一惊 当然 在这个东西 张三政委员他就批评 张三政你这样说话 是把年轻人污名化 那这个 张三政其实今天有出来 因为被骂了嘛 我知道他讲什么 我觉得这个也很扯 他讲什么 他说他不是污名化年轻人 他是污名化蔡英文 所以他现在要承认自己抹黑蔡英文 对 當然 张三政的回应很奇怪 因为你轮上 就是人在说 张三政 你这个 不能污名化年轻人喔 你轮上应该是说 没有啦 你有没有改我的意思啊 对吗 结果张三政不是 他是说 没有啦 我是连污名化蔡英文 我在抹黑蔡英文啦 这个人是 我觉得韩国瑜的国政堪忧啊 这个召集人的得 这个讲话是这种德性 我觉得他可能有点被韩国瑜逼疯了啦 喔有可能 就是韩国瑜前一天讲什么 他隔天就要出来就是 帮他就是善后嘛 因为他现在是二十四点前要暗口 因为韩国瑜随时说什么话说不对 啊他们的目的是善后善政 善后善后善后 对对对 市场都讲错了快点快点 数位故宫 快点数位升旗台 笑的哇 对啊 每次看他们就是 觉得张三政真的是蛮可怜的啦 当然不过这边还是要来回应一下 就是说 他说他是在污名化蔡英文 他认为年轻人都是被蔡英文害到 因为蔡英文一直呼喊王国感 导致年轻人被蔡英文害 知道当时候为什么会有王国感吗 就是因为马英九对中国大肆开放啊 对啊 这些东西就是这样嘛 啊结果我不知道是怎么 现在受害者是我们台湾人 我当然啦 王国感的受害者是台湾人 因为国家要没他嘛 是啊 但为什么加害者会是蔡英文 而不是习近平呢 这个 让我们听众朋友我们思考一下 就是说王国感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我们也同意 张善政听起来也同意 是啊 结果受害者是台湾人 大家都知道 但是问题是 是咱加害者 不是习近平 近年变蔡英文 我这 我问这个火鍋是蔡英文在写的吗 还是这个等高是蔡英文等高的 还是说这个红色 红色渗透 是这个蔡英文银刀流出来的 渗透出来的 这不对吧 我刚刚这个 欸拜托 逻辑 逻辑好不好 逻辑很重要 这个我没有什么太深的政治论述 这个只是一个逻辑的这个推演 哇小波今天捡到枪呢 我今天真的是捡到枪 想连续炮轰20分钟 你在网路上看到了什么 谢政武炮轰韩国瑜10分钟 来小黑加小波20分钟 好不好 Double送给大家 气死了气死了 真的是气气气 真的怎么会是 这个逻辑非常的有问题 那当然 当然我们还是要回应 就是张善政今天这样子讲 就可以理解说 他真的是对年轻人 不懂年轻人在想什么 而且甚至完全不想要理解 嗯不想要理解 所以请 你们也不要再办什么青年论坛了 那些都够说 因为你都已经很明目张胆 明白的表示说 年轻人就是没出过社会了 好啊那就不要沟通啦 就不要浪费大家时间吧 对啊不要浪费大家时间啊 反正我们用选票跟你沟通啊 很凶欸小波 其实就是这样啊 就是你如果放弃跟年轻人沟通 好那你要用那种家里 那种可能就是那种虎爸虎妈 把年轻人当成他们的工具的那种态度 你不行啦 我来跟你说 你如果是这种态度 那我觉得年轻人也会用选票 表达年轻人的态度 就这么简单 我们没有出过社会 可是我们会思考 我们刚好有投票权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对啊 讲得好像我今天18岁一样 没让他离别了 好啦OK 那广告先好我们先进一个公格 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对 我有投杰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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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使用豆丘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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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鸡� 在寿豆瓶 人生無常 有的人是為了 親情、事業、身體在煩惱 在這裏有一個 很好的方法 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這張花香文 我們如果要睡前 念花香文 花香讓自己的完成 卻做生 我們的心臟會比較平靜 這裡可以跟你們勉費來結合 空氣335 數理335 騎我兩公歐都賣 哎呦 車兩公 我會穿黑的不緊張 女人姐 新機車我不敢買啦 你不知道要新車有補助 蛤 聽我講來 從明年開始 如果要付上新環保規定的機車 上完補助五千 買電動機車上完補助一萬喔 這麼好喔 符合主角的貴 等減稅換機車 別不敢 由車贏電車也贏 三個環保最會贏 說到由行政與交通 無金制無環保數提供 這是一個上街快樂的所在 一切真主在 關心土地咱的愛 這是一個上街自由的所在 快樂愛台灣 下音最有愛 最快樂的電台 下音最有愛 最快樂的電台 情菜無限 ��輪 歡迎回來紙娛生活234在我時間 我是主席林章小波 我是今天的來賓 新台經濟的劉恆偉小黑 你知道最近其實有聽眾朋友跟我跟宇貞反映過說 我們兩個一人一臺這樣子在打網咖 還是我們就先 其實我們就要玩世紀異國你們看一下螢幕 其實我們在連線 好啦沒有啦因為我們就是每天 其實每天都有這個非常大量的這個新聞 然後我跟小昇其實沒那麼厲害 沒辦法說頭部裡面都跟每天的新聞 放在腦袋中說背的給大家聽 我也不太想這樣做 因為如果都是韓國語我會瘋掉 所以我不想讓韓國語佔據我的腦袋 所以這個我們還是會用電腦當補助 那裡面都是放一些我們今天替大家準備的一些新聞 然後來報給大家聽這樣子 好那小黑這一集換你啦 你有什麼有趣的新聞嗎 你剛才提到韓國語了嗎 對對對 剛才都只是罵張善政嘛 韓國語可能會有點孤單寂寞 哦哦哦 是不是是不是 所以提他一下好了 好那聊一下韓國語好了 他的全台的巡迴傾聽之旅還在繼續啦 哦啊今天去哪裡 今天去桃園 蛤我外婆家的 超懶 懶到炸 我外婆家十個有八個是懶的嗎 怎麼辦 我沒有辦法 我外公是那個 我外公是水利會系統 所以說過期都是拿的 就比較多 沒辦法 真的是比較困難 對啊 好啦你繼續說怎樣 他去湯 他在桃園啦 他在致死的時候就說 哦台灣是很美好的地方 真的真的 對 除了高雄 然後呢怎麼樣 即便在二戰末期啊 就是美軍就是有反撲啊 可是他最遠 美軍最遠只打到琉球 台灣都沒有遭受到戰火的侵襲 真的嗎 怎麼跟我讀的不太一樣 也跟我讀的不太一樣呢 怎麼 是這樣子嗎 應該沒有吧 就其實台灣在二戰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還是日本殖民地嘛 所以那時候美軍就有轟炸我們 所以其實新竹台北高雄屏東 都有收到美軍的轟炸 當時 因為那當時美國要打日本嘛 對而且當時台灣是日本就是很多工廠 或是一些就是重要的機械零件的生產地 南進基地啊 對沒有錯 所以就其實當時 我們有被轟炸到喔 韓國瑜先生 我們真的有被轟炸到 暮了喔 張善政 明天又要出來回應了喔 我現在邀請他明天去台南玩啦 喔怎麼說 跟台南什麼關係 就是 其實台南有一個零百貨很有名 你知道嗎 我知道我知道 那個顧民東東部的對面 對喔我不對喔 是那個零百貨 晚上我超漂亮 他那個洞打得很美 對啊零百貨現在就是 好像現在突然介紹零百貨 就是他現在就是 他是全台灣第一個百貨 然後他就是就 他現在就有改裝 所以大家都可以進去 然後沒有賣東西啊喝咖啡這樣 重點是零百貨的頂樓 就是還是有當時留下來被 二戰被盟軍轟炸過的痕跡 就是他樓上還有保存著 喔 所以就是韓國瑜 如果你真的還是想要去尋回的話 就是 歡迎他回到台南啦 回到台南那個地方 看一下 不要歡迎他 可以拍照給他 因為你知道 你這樣講我們台南 我們台南沒聽這種名字 最好是不要啦 最好是不要來啦 大家認識一下台南的歷史啊 對啊 所以說零百貨 暫間有一段這個 去由門軍 去由美國 轟炸過的歷史就對了 是啊 沒錯 欸我還記得零百貨 老店好像有一個 神社 神社啊還有一個 砲台對不對 是啊 像是那種高射砲的砲台 是 喔那一陣子就是 小鎮的時候 在用的就對了 嗯 原來如此啊這樣 怎麼會是韓國瑜說什麼 台灣惡詐沒有 惡戰的時候沒有被美軍轟炸過 台灣的很多歷史遺跡都可以證明 我們有被轟炸過好不好 是是是 欸 你的好朋友謝小鎮來了 喔 哇 我們的這個 臉書直播的留言區 還有一個人都很愛聽我們的節目 但是對 很愛把我們轟炸的這個韓粉 謝小鎮還出現了 嗯 不過我們接下來要介紹這個歷史 所以我們現在沒有時間差別 我們先來介紹高雄的歷史 也讓這個沒有讀書 還加沒有衛生的韓粉 知道一個台灣歷史 不要這樣大家說話 都留言很沒水準 他留言不夠就是不夠 很奇怪 好 來我們接下來介紹一個 其實他高雄 剛才小黑說的是 台南零百貨 有這個曾經在美軍轟炸過的這個歷史還有遺跡 嗯 其實高雄也有喔 因為 我們二戰時期 其實台灣那時候因為這個割讓給日本嘛 這個馬關條約之後割讓給日本 所以其實 那時候日本是對台灣動作一個南京基地 是有很多 不管是民生還是軍事 很多基礎建設 基地都在這裡 啊 對那時候的高雄 其實那時候的市場 是在這個營店區 是後來因為 中山高速公路建設之後 以這個三多九爐交流道還有中正交流道為基地 嗯 因為可以這個南來北往的延續 所以我們市中西才慢慢的從 沿城區移到現在的市中心 哇 其實過去是在營店區啦 OK 啊所以那時候的包括營店區啊 包括到什麼 包括到那時候的軍事重鎮 就是我們現在的鋼山 嗯 還有那個時候的高雄港 其實都遭受到大規模的這個軍事的轟炸 嗯 那這邊這個台灣基金 因為它是高雄東部 台灣基金是全台灣為一個中 中央東部放在高雄的政黨 所以今天他就來做一個總盤點 他就提供一個手禮 這個手禮是說 這個盟軍在離出世界大戰的基幹 對我們台灣的這個轟炸 總共這個飛機有一輛一萬五千九百零八支 哇 頭下的炸彈有八萬四千七百五十六顆 然後這個燃燒彈齁 所謂的燒儀彈有三萬五千四百六十三顆 總頭彈總總共丟下的飛彈有十二萬顆零兩百一十九 這麼多顆 這數字好精確好恐怖喔 很精確應該上網查了啦 那他這個總還有他有提供一個喔 那些丟下來的炸彈他有一個重量嘛 他總是兩萬零兩百四十二公噸的這個重量 哇 全部都炸在這個台灣的這片土地之上 是 那甚至一個比較有名的就是說 這個一級數數年的這個十月十四顆 有一個所謂的這個鋼山大空襲 嗯 那當時的飛彈機甚至是由中國的這個成都那邊飛過來 在我們台灣這邊來造成這個轟炸 那當時轟炸其實就是所謂的中華民國政府 是 那 這個 其實這個歷史並沒有 後來在至少我讀國小的時候 我是他九年一冠嘛 我的歷書科本並沒有下這段歷書 嗯 只有下過盟軍奉扎 但是其實很多這個在地的歷書並沒有啦 所以其實我個人有時候 我有時候會覺得說其實一些 地方的學校他們應該要加強一些地方的歷史 那我覺得這很重要 對對對因為你正在這邊 你比方說你每天經過高雄市的這個歷史博物館 但是你都不知道這邊曾經發生過所有的這個高雄屠夫 蓬蓬器 拿這個機關槍 掃射 當時的高雄市政府的公務員 因為他以前是高雄市進戶 是 那那個牆上現在都還有彈孔 還可以看到這個遺跡 但是你的科本也是沒有 那孩子也沒有去過歷史博物館的時候 你會後一代 你會下下一代 他們就不會知道這些曾經發生在台灣的這些歷史 所以說傳承 講故事 甚至是這種我們這樣在節目上澄清都是非常的重要的 但是我們的這麼多努力都會因為韓國瑜的一句屁話 然後就 很多可能很多韓粉從今天開始都以為美軍沒有來過台灣 沒有被轟炸過 是啊 天啊 那你我來想一件事 韓國瑜是怎麼會說不對 你覺得為什麼他會講錯 我可以講很白嗎 好啊來 因為他沒特色 喔他沒特色 喔有可能 沒有沒有小黑 其實他有啦 因為韓國瑜的學歷不要比較高 所以我沒有跟黑白講 喔他是不是政大的 他是政大東亞研究所 然後他的指導教授就是創立九二共識的那個蘇琪 欸夠藍夠深藍了吧 夠紅了 一脈相承 甚至韓國瑜在這個因為他後來不是不做立法委員嗎 政壇消失17年 在這段期間他有跑去北京大學堂搜 在這個北京大學有提供一份這個畢業名單裡面 其實有出現韓國瑜這三個字 但是韓國瑜後來有出來否認喔 這個我可以幫他澄清 他說他沒有去那邊他有去讀書但他沒有畢業 好啦你去問北京大學 這個請北京大學自己出來說明 韓國瑜到底跟北京大學的運緣是什麼 但是韓國瑜有自己說喔 說他有去北京大學讀書 所以表示什麼 表示他在台灣讀書之後 他的歷史記憶 歷史記憶 歷史記憶 起到北京後去香港竄改 哇 精神時光屋 對啊為什麼 欸 你台灣的學校讀得好好的畢業了 你知道台灣的歷史 結果你去中國之後一堆回來 台灣的歷史完全不一樣 這個你要給我解釋啊 對不對 這是為什麼 這是為什麼 我都懷疑你是不是去那邊改造我 小鬧鬼 為什麼讀一個北京大學之後 你的歷史也不一樣 可能也是韓國瑜就是真的很認真 讀中國國民黨的黨國教育啦 很認真 就是一心一意就效忠黨國 你看看我想唱以心一意的 我以為你要唱國歌嚇我一跳 對啊 因為其實 就像小柏剛才講的 其實這些歷史 台灣現在的一些課本上面都不會有 所以就會變成是說 是要靠著前面的人知道 或者是真的自己去看到一些 比如說 什麼小的傳記啊 或是回憶錄 我們才會發現說 這裡有這樣的故事 所以會變成是說 可能韓國瑜就真的很認真 讀中國國民黨給他的書吧 對啊 有可能 那個就很像柯文哲 讀到台灣的高學歷當醫師了 然後台大醫師 但是他的人文素養 跟他的這種民主素養 其實非常的不及格 是沒有錯 對啊 這種到底為什麼 為什麼 黨國教育成功啊 對啊 就是黨國教育成功嘛 你投到高學歷啊 結果你的整個素養 完全到世界的文明國家 到有文化 有民主的國家 都沒辦法接過 是啊 那表示你特色有問題 你要減透 你跟你要減透 還有啊 黨國教育有問題啦 回頭是岸 好不好 是啊 包括 還有一個社會啊 滅火器樂團 喔對 喔 喔 你說 因為我比較少在聽樂團 但是我隱約知道這首歌 就是呢 之前就是 台灣最近有很多 年輕人 我們有 就是會用桌遊 就是大家一起 有點像桌遊要怎麼跟 就是 像大富翁那樣的遊戲啦 大富翁 對 大富翁 這種這種方式 可是他會 有台灣的歷史在裡面 喔 設計過的就對了 對對對 像最近有一款 前真的有一款桌遊就是講台北大空襲 是是是是 他就是講盟軍在轟炸台灣的時候 是 然後裡面的角色你要做什麼事情 然後才可以逃出去 這樣 那時候滅火器樂團就有幫那個桌遊 寫一首歌 是 就叫做1945 是 對 對 他主要就是在唱就是 當時盟軍轟炸台灣 然後台灣人的命運 是怎麼樣子 是 對 所以其實 我們年輕一代 年輕人沒有出過社會的年輕人 我們都有記得這個歷史 我們現在講話都要先自表說 我們是沒有出過的年輕人 沒有沒有出過社會的年輕人 先道歉 對對對 我們我們都知道 然後我們也有桌遊還有歌 所以如果不氣閒的話 沒氣息沒問題 可以來聽聽看 可以來玩玩看啦 你知道他的故事嗎 有一道 因為屏東 屏東上個月辦那個 什麼設計節 台灣設計展 對 開場第一天就請滅火器去表演 就有唱1945這首歌 那當中因為我先聽 我要去聽他們表演 我就跟我們爸在內心跟我們爸說 爸 我這個晚上有滅火器 我這個滅火器結束後再回家 我們爸因為我們爸不知道什麼是滅火器 他不知道滅火器是一個樂團 他就跟我說 因為我們家對面住的是一個警察 他叫他去消防公司上班 我們爸就跟我說 對面那個什麼叔叔他兒子齁 在消防公司上班 跟他買比較便宜 不要亂買 你爸爸很可愛 就想說 我就 你在講什麼 然後問母就回家說 你爸爸已經老了啦 他聽不懂年輕人在說什麼 我爸知道了 現在吧 對我爸就回我爸就知道 他說原來滅火器是一個樂團 放給他聽 我後來我是想要放給他聽啊 OK 那這個是剛剛講到說 韓國瑜不懂這個歷史嘛 嗯 那其實還是要強調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說 李希吉的有聲望 有媒體聲量的政治人物 你講過的任何一句話 都很有可能破壞掉 原先在各個各行各業 為了台灣的歷史保存 為了古蹟保存 為了文化保存的這些人的努力 只是因為你沒有讀書 我認為這個是不好 一件很不好的事情啊 就真的不要 就真的 就真的拜託他不要一直這樣 就是放話 然後就讓之後 就是原本有在努力的人 然後就被他這樣影響 之前的努力可能就 功虧一虧了 是啊 他還有一件事情啊 怎樣 他今天還有一件事情 哪件事情 他又講了 很多事情 他又講了一個 他等一下又說我們黑他 對 不是故意的 真的不是故意的 好你講你講 他說他今天痛批就是媒體墮落 喔說我嗎 嗯可能說我們吧 喔該說我們 他說台灣百分之九十九的媒體 都在監督他這個又黑又瘦又禿的小老頭 嗯 好這是他自己講的 我沒有人身攻擊喔 這是你自己講的喔 是沒有錯 那是怎樣 來龍之社會 沒有他就先講說 他提 他有提一個政策 我們剛剛有講到嘛 就是學代的事情 是 啊人家已經有在做了 所以他 所以就有人出來就打臉他嘛 嗯哼 他說他自己只要講這些政策呢 都會 遭受到酸言酸語 跟抹黑造謠啦 嗯哼 可是現在政府怎麼撒錢都沒有關係 嗯哼 他說這是台灣的民主跟價值變了 台灣變了 我也覺得台灣 從去年一一二四之後 我覺得台灣變髒了 哈哈哈哈 尤其是國民黨指針的現實都髒了 對啊他說 絕大多數的媒體都已經不監督執政黨了啦 是 執政黨有權力有資源 嗯 結果現在不監督執政黨 反而99%的媒體都在監督韓國瑜 嗯 呃 我剛剛說這個媒體之前 你應該要先問王淺秋 還是你去問你的媒體的新聞發言人 或者是聯絡人齁 這個最近不是找了一個 以前當過主播很漂亮 我忘記什麼名字 啊 什麼廷歡齁 黃廷話什麼廷歡齁 就是他們的這個 媒體發言人齁 我覺得你說這些媒體 你要先了解到媒體的這個生態 齁 你講這個你就是不瞭解 現在的媒體有多麼難做多麼的辛苦 現在現實是我們其他媒體為了要唱頭條 為了要唱點閱率 為了要這個搶這些東西 其實他們是非常的辛苦在找新聞 然後你身為一個全台灣目前媒體聲當第二名 因為第一名是蔡英文 第二名的這個這個政治人物 你第一你講這種話就是不瞭解基層媒體的辛苦 然後再來是說什麼 你說他們監督你嗎 不對是因為你講的每一句話 都有民眾要看都有新聞點 因為你講的每一句話都是幹話 所以在這個前提 當然大家都會去追你的新聞啊 所以報導你不是等於監督你好不好 這是兩件事情 報導你是因為你講的這句話 如果大家都不報導你的話 如果有這些新聞媒體都沒有跟你報到 你還會說什麼 你還會說蔡政府 綠色恐怖價媒體封鎖 啊不就都你的話 飛機卡韓 對啊啊不都你的話 要跟你報你又沒案 沒有要跟你報你又想起 而且一開始他開始透過新聞媒體 就是韓國瑜那時候會出來是中天幫他報很多嘛 嗯 啊現在又嫌大家報太多 對啊 就很奇怪啊 我就覺得 而且如果 我就問一句話 為什麼蔡英文沒有什麼說媒體抹黑 啊因為蔡英文講出來的東西 他要嘛就是現在已經在做 要嘛就是可以加強 他不會講一個天馬行空的政策 他不會在那裡嚎嚎的 啊現實是你一個嚎嚎的人 啊你講什麼人自己沒辦法跟你監督 那我奇怪 啊你講話自己沒辦法收斂 你講話就比較 你講話就比較 比較 不要講那五四三就好了嘛 就是為自己講過的話負責 然後講出來的話都要經過腦袋想 是啊 大家就不會一直監督你啊 因為我們很想每天都在這裡罵你嘛 欸你知道我們為什麼很少在節目上講蔡英文嗎 我說一個比較八英文 蔡英文的政策很無聊耶 因為他說的政策就是說 那些東西已經可以做了 啊甚至說 我早就有說嘛 你 韓國瑜說要對農民怎麼來的時候 他就說農民要開放中國農產品的進口管制 但是對蔡英文來說 蔡英文就是說什麼 我們的非洲豬和防疫 我們的歐洲漁業黃牌解禁 這些東西 這是真的有效 但是在每天上面大家不在意的東西 啊看你是要做虛的還是要做實的啊 那很明顯蔡英文選擇做實的 啊你這個不是我才講黃國瑜 韓國瑜你選擇做虛的嘛 那你做虛的一定就是破洞一大堆一天到晚被人家打 這不是很正常的嗎 大家其實真的沒有很想一直看到你啊 只是你一直這樣就是失言然後講一些很好笑的政策 是啊 對啊 你應該要先檢討自己 我真的覺得有時候 人 人 要臉一點啦 哈哈哈哈 好OK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在這裡先進一個講座 講座之後我們繼續回來 小學生都變 人生無雙 有的人是為著親情思業 身體在歡樂 所有的歡樂 在這裡有一個很好的方法 要跟你們分享 就是這張揮影文 我們如果要睡前 揮影讓自己的完成在住 做生我們的心來會比較平靜 編輝跟你結婚 空氣三三五 數理三三 阿樂我想租車帶家人出遊欸 你有好建議嗎 那就找全球租車啊 全球租車是外交部指令廠商 全台專業附駕 各種車種 包含禮車 轎車 休旅車 大巴中巴小巴 全球租車公司應有盡有喔 哇 那實在是太棒了 我要趕快去全球租車囉 商務接送旅遊接駁 專業包車 就找全球租車 電話 零七八三一九零三七 八三一九零三七 老公 最近石虎的觀光列車超夯的耶 我也想去 好啊 不過你知道 為了保護石虎 及台灣黑鸢等保育類動物 政府這幾年 決定停辦農地滅蜀州了 啊 為什麼 因為如果在農地使用老鼠藥 這些野鼠中毒後 再被他們的天敵抓來吃 也會跟著中毒死亡 還會傷害生態環境喔 少用獨耳面鼠 互生態 以上廣告由農委會房檢局提供 快到電報網 快到狗狗餅 九七點五 快到昆家南 九二點三 快到大台中 八九點五 快到大台北 八九點三 快到華東 九八點三 快到佩鵝 九六點七 快到紅蝦 九一點三 快到台灣 政策武漢 快到電報網 快到台灣 政策武漢 快到電報網 快到電報網 歡迎回來子瑜生活二三四 這部時間 我是主持林張曉波 我是今天的來賓 新台禁地的劉橫偉小黑 來掌聲要來一個光明正大的業配 這個業配是沒有這個沒有經費的齁 這個業配為什麼要業配呢 純粹只是因為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就是在這個禮拜天齁 11月3號會補三點 是 在我們這個中台灣 我們要說的決戰中台灣齁 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是 這個事情是兩個不死之聲 是怎麼會說以不死之聲 你知道嗎 為什麼呢 中台灣有一個男人 他叫做男社會 是 中台灣唯一一個 跟年輕表人家損兩道 到現在的男人 沒有變消波塊 真的是很厲害 沒有變水狂的這個男人 這個男社會 他是這個台中的這個議員 那為什麼會講到他呢 是因為他的這個陳世凱議員 他在這個烏日服務處 就是這個烏日台中 這個九德里中華路498號 這個地方 他要來向另外一個 這島要來政言寬恆的另外一個男人 是這個3Q丹佩尉陳柏惟 要來做這個聯合後援會的成立大會 是 所以這個這禮拜三 不是這禮拜三 這禮拜天 這禮拜會補三點 在這個男社會議員的這個 服務處會有這個行列台會 這個現場聽說有準備這個 豐盛美味台灣小吃 可能是水狂 應該不知道我看一下 我不知道是不是水狂 但是這個大家可以 我們鄉親 你若是說我們台中的鄉親 你若是說那一天有時間 我們就能夠現場去 啊 因為這個 不 因為這個丹佩尉 他是一個非常厉害的年輕人 他的厉害真正是中氣十足 而且會讓你聽到 會覺得當年那種黨外時代 演講精神又回來的那種感覺 所以這個 在這邊分享這個活動 給我們的聽眾朋友 好 那接下來要來聊的這個議題 因為今天還沒說到這個外國新聞 當然在韓粉的這個 這個可能是國內新聞 是 就是這個 中國 最近有一個很趣味的科技 科技很多 聯考學測基測 指考段考什麼科技都有 但是你怎麼有聽過 習思想在線考試 哇 不用我你不知道 在線考試是網路上要考試 對線上考試 而且是考習思想 為什麼 這個很有趣 誰要考 中國的記者要考 我先跟你講一下這個 先洩題給你聽 這個其中有一題很有趣 他說 請問你 黨的黨 中國共產黨的黨 黨的新聞輿論工作的職責跟使命是什麼 正常來講 我們應該是要回答什麼 報導真相 對不對 然後接近真實 然後什麼揭露 然後什麼 人民的第四權 監督政府 對對對 不愧是成大的學生 讚讚讚 不錯不錯 但是 不好意思 如果你在這個 因為一起選擇題 是 如果你算什麼 你算 牢牢堅持新聞真實 然後堅持這個新聞 要報真的新聞 你的手機螢幕就會寫一個 答錯了 然後他就會跟你說 正確答案是什麼 正確答案是你要以正面宣傳為主 欸 怎麼有趣啦 因為 我剛剛是吳宗憲嗎 欸 就趣味啦 沒有啦 這個 因為我們都知道說新聞這種東西 你本來就是 比如說 我們台灣有些記者一起這樣 就是說 他如果報導了綠的新聞 他就會去抓一些藍的新聞來做平衡 是 一些比較大間的電視財通常都會這樣做 對啊 不會只報某一個人 是 那就是所謂的平衡報導 對 那還有所謂的新聞真實就是說 你不能報假消息 是 但是這兩項事情 平衡報導和假消息 對中國來說 這都不是他們的新聞要出現的東西 所以他們的新聞 其實他把新聞當作公格來用 所以 為什麼這些東西 如果你回答說 我們要堅持新聞真實 會提你一個XX 因為他們的新聞必須要宣傳檔的這個理念 檔的宣傳工具 沒有錯 這個 那我們剛剛講說他是線上考試 因為中國現時 他們開發出一個很厲害的APP 手機的這個軟體 叫做學習強國 他也說自己是強國 我們沒有歧視 我們過去說中國是強國 很多人都說你們歧視 沒有啦 我跟你說這個 江山萬里行 中國人最行 好不好 中國人真的很強 真的超強 這個 中國的官方手機軟體叫做學習強國 那裡面就會要求這個記者們 要趕快的來複習這個習近平思想 因為過去毛語錄時 這個我們講踹在懷裡的嘛 小紅書嘛 對小紅書嘛 你這個紅衛兵 你這個民進黨的紅衛兵 被抓到了 但是 現在的 因為科技在進步 思想控制也在進步 所以以前從這個手頭上拿出來的毛語錄 現時已經被手機裡面的這個習思想 習語錄了啦 有喔 那這個考試的消息 在這個10月初的時候已經獲得了證實 這個已經變成中國官方的一個 很確切的這個一個政策喔 包括中國裡面所有的通訊社 包括像我們廣播電台 電視台 你在做週刊的 你在做報仇的這些人 你全部都要參加這個手機的科技 這個科技是什麼呢 科技就是就是說 像我剛才說的 他的問你一些 你做為一個新聞記者 你的得 你的規則 你的這些新聞素養 你要像中國共產黨要求這樣 你不能去學什麼 你不能去學美國去投 新聞自由沒有 沒有 新聞自由沒有 然後你要當成宣傳工具 我覺得這個很厲害 你 真的我想到他們那個啊 社會控制系統 喔 那個什麼 那個 社會信用 社會信用體制 對對對 就是中國現在也是 就是他們有一個 幫你 幫你評分啦 就如果你今天在網路上 可能就是罵習近平說 怎麼樣 什麼 習近平又黑又瘦 之類的 我亂講的 習近平白白胖胖 習近平到底是 白白胖胖 可是他如果白白胖胖 他就是民進黨 對所以如果你在中國的人 就是比如說微博 微信上面說 習近平白白胖胖 你隔天就會 你的帳號會先消失 隔天會有人去你家敲門 然後再一天就是你媽 就找不到你了 而且你會被扣分 如果你一直罵一直罵 被扣到很低分 你就不能買火車票啊 對對對 不能搭公車啊 甚至是比如說今天 張曉博可能被扣到就是 零分了 已經是黑名單了 對對對 我打電話給張曉博的時候 我的電話就會先出說 你現在撥打的這支電話這個人 他的社會信用分數非常非常的低 喔他是垃圾 所以如果你去跟他聯絡的話 你會被扣分 喔會這樣 會幫你 就是讓你強制被斷交就對了 對被斷交 哇這個好像日本那個金山事件 那個什麼寸八分喔 蛤 寸八分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就是說日本人 因為日本是一個社會連結結局 是 社會連結結局 比如說你住一個地方 你行周邊的鄰居 他們都知道你家的社會觀 那些社會有的 是 啊他們的這個村八分 就是說在一個村落裡面 有一個人 可能你很揮露 你是本社啊 社會就是 比如說你是犯罪人口 啊不就是你是什麼殺害家人啊 或是你是肥的 他們就會跟你村八分 就是把你排擠到不能再排擠 就村裡有什麼大大小小的事情 他也不會跟你講 停水斷電什麼都不會跟你說 然後讓你在村子裡面變成邊緣人 隱形人的感覺 是 啊你剛才說的那個就好像很像這樣 我如果在中國 我的社會信用去房間很低分 很低很低的時候 是 中國就會強制把你從這個社會人際網路裡面排除 而且很恐怖 我那時候看到如果你就是你想要重新做人嗎 嗯 重新做人 我想要重新做中國人 我想要融入中國社會 是 你要一開始要怎麼加分你知道嗎 那怎樣加分 你要去捐血 蛤是這樣子喔 對 捐血就可以加分 怎麼跟替代義捐血可以放假一樣 不是啊他就是 用捐血的方式 你就只能就是從你身上滿 然後可能去勞動啊之類的 就等於是他 可能一開始會覺得說 他只是控制我的思想 可是其實他到後來 如果你要融入 再重新融入社會 就很像之前他們把人抓去勞改 勞改營的感覺 勞改營的感覺啦 對對對 西伯利亞勞改營的概念 哇原來是這樣 不過就是因為中國推出這個APP啊 那當然這個他就被寫入那個 英國的BBC的那個報導裡面 BBC是英國嗎 對阿英國 對阿英國 像我一下差點講錯 美國是CNN 對好險啊差點講錯 OK 那他被寫到這個外國的報導裡面 他就說什麼 他說因為中國首相所謂的市場化政策 改革開放嘛 那改革開放之後 很多的這個報紙 就開始慢慢的興起 其實這個很像 就像我們台灣雜記 當時黨外時期的時候 很多的雜誌啊報導都開始慢慢的興起 那但是因為網際網路的時代 讓中國的當局感到感受到非常大的威脅 因為你過去你可以一間一間報紙 啊哪一間要申報 他都有罵掌握 可是現在是網際網路時代 其實網路上很多中共他們掌握不到的消息 反而會威脅到中國共產黨 他自己的這個所謂的統治的這個正當性 反而讓他們很緊張 就怕別人在網路上罵他們 然後隔天就去抗議這樣 是沒有錯 那所以中國採取的手段 譬如說小黑頭剛才說的 你如果是說在微博上面 你說習近平的拍位 你有可能帳號就沒了 是啊 這是一種 還有另外一種是什麼 因為 除了人民自己的網路發新聞以外 這裡的所有媒體也有發新聞的可憐性 所以中國乾脆就直接從源頭管制 控制所有的新聞記者 都必須要接受所謂的這個洗腦教育 甚至是考試 然後讓他們自然自發的 成為這個中國共產黨的這個傳聲筒 而不是所謂的新聞自由的這個捍衛者 是啊 是啊 所以剛剛是11點10點的時候 看到連台灣的宮廟也中招 嗯蠻恐怖的喔 我覺得真的蠻恐怖的 這是怎樣 就是 就是這網友在臉書上面直接講 他說 宮廟隨處可以得到那種結緣書 我知道我知道 介紹你 介紹你什麼 因為我們當事長也有 快樂電台在當事長也有這個廣告 介紹你回鄉文 有點像那個結緣品的概念 對對對對對 結果他發現裡面的結緣書竟然是在幫韓國瑜做宣傳 而且 蛤 你不要噴出來喔 快出力喔 結緣書裡面是在宣傳韓國瑜啦 然後而且重點是書中的內容 還有講到統戰的東西 就很恐怖 而且內容他怎麼寫 與大陸合作撐頭共 貨物買賣出長田頭 經濟統戰 然後就跟著韓市長的腳步 先顧巴豆 才能顧佛祖 而且他還寫說 請勿相信新潮流 我覺得這個比較好笑 他超討厭新潮流 是不是柯文哲寫的 所以這個蠻可怕的 因為他放在這個廟公廟裡面 是 那是你這個信眾去拜拜 或你有捐獻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隨手拿一本 有些可能是農民利喔 有些是什麼 是這個改籤的 解籤的 那這些東西被拿到家裡之後 可能真的有些 因為我們很多這個長輩 他在家裡 真的沒有事情 就會看 看完之後發現 哇 原來韓國禄的腳步 對著走 會當大財的喔 而且他裡面還有講說什麼 民國107、108年啊 就屬什麼 能生活或能生土腦 旺農業啊 blahblah 農以利的東西 講了之後就說 為什麼就是香腸湯 可以賣20萬份啊 然後上海人來台灣 會吃滷肉飯啊 就是因為台灣出現了奇才 張曉波 不是 不是我 他說有韓國瑜這種奇人 就是台灣人 應該要把他選出來的總統 韓國瑜是 對喔 我是覺得韓國瑜真的算是奇人啊 奇怪的人啊 如果大家就是回家看到 家裡有這種結緣書 可能不燒掉 我也很怕 我這禮拜要回家檢查一下 我們家有沒有 就是說 你真的是有的 我們台灣的中部 其實都很喜歡去廟裡面拜拜 那當然是一種信仰 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真的不小心拿了 這樣子的結緣品 這個到底是誰放的 到底是廟方自己印的 還是中國的這種裝腳 拿去廟裡面放的 這個都很有可能 那當然你如果中標了 這樣真的是不好啦 因為我們都知道說 其實年會越大的人 他們去給這些東西 去洗腦的機率 其實比較大 是而且他都透用 比如說 今年的運勢怎麼樣 就用這種方式包裝 是啊是啊 我想像 我都很怕我們這個 還好我們董事長不是說 介紹你韓國瑜 就是介紹你回鄉文 嚇一下喔 還好 我們的這個好多了喔 OK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今天這個節目就到這邊 那聽眾朋友趕快回去檢查一下 家裡面的長輩有沒有拿到這種韓國瑜的結緣品 好恐怖喔 OK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明天見 下週見 拜拜